看了一下电影动作片啊 对 武打片 言情吧 放长假怎么能少了戏剧陪伴 每集结尾都留了伏笔 让人忍不住再按下一集 一不留神就看到三更半夜 还好我就一两点 两三点吧 看完剧心满意足睡觉去 但没感觉的是血压早已违反生理机制 一般来说白天血压会略升 晚上进入休息模式则往下降 但如果熬夜不睡 再加上外界刺激 正常120的血压 有些人恐怕飙破200 可能随着时间之后 你的这些保护机制就 或是自动恢复的功能就下降了 那个血压可能就会 长时间地处在一个 你在生活当中 平常这种高点 那再加上说你慢慢地没有睡足够 这些事情的引导之下 你的血压就会更容易升高 尤其是本身少冻 高炎肺胖或烟酒不离的人风险更高 熬夜之下宛如是慢性自杀 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疾病 它可能也会慢慢地出现 比如说像代谢症后群 这几个病像血压血糖血脂 这些都可能因为生活作息不正常之后 假设血压出现了 其他两个病也可能会慢慢地 会陆续地跑出来 眼睛会比较酸 比较偏累 会全身酸痛 虽然都是常见熬夜后遗症 却是不能忽略的警讯 身体警报一旦响起 记得赶快踩刹车 以免累积成不可逆的伤害 带来新闻 林怡婷谢启全 台北报导